一开始来也是挺忙的 很想来这边看一看 有走过几次台北路啊台中路啊 可是其实这个宝岛公寓 我还真第一次来 对一来真的是感觉很亲切 就是感觉有点点归属感吧 其实在这里生活各方面都非常习惯 然后也蛮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 人跟人相处的方式 所以呢他们都想说 可能就在当地就是成家立业 然后既然就是我们决定 就是整个移居到这边来 就觉得说这里的人就是挺好爽的 然后挺热情的 然后也挺友善的 然后我们也挺喜欢这块土地的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 沙虎公园附近开了一家祥和口腔 希望就是孩子可以在这里打好 我们很好的品质 很好的口碑 然后在这里可以为更多人 做口腔这部分的服务 因为我在台湾我是师范生 就是本来是在教书的嘛 然后后来因为生了三个儿子 因为我比较特别 我三个儿子是同一年生的 我老大是一月生的 然后双胞胎是十二月生的 对所以三个是同一年生的 所以他们三个平常就是生活上 就是很多事情可以讨论在一块 玩在一块 那所以他们三个的规划 我很尊重 因为他们三个自己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完整的规划 那我就支持他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